有这么一棵树它能接钻石和绿宝石 得到它你就能成为最富有的人 正当我带着情报返回时 五位猎人蹲在我的重生点 并将我关押起来 你们不会是想要神圣树苗吧 没错如果你不透露线索 给我们就一辈子待在这儿 给你一天的时间思考 猎人扬长而去 而我只能对着它们的背影无能狂梦 它们走了黑黑 那我就要开始越狱了 可我的铁岛挖了一下就没力气 什么时候给我套的挖掘疲劳 我挖一下就要一个小时 行吧 我还有两颗子送果 或许我可以吃下它们传送出去 第一个原地传送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来到角落悄悄吃第二个 还是原地传送 这么小概率的事件都被我碰到了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助我出去 太阳要落山了 我有个想法 或许我可以在最高一层摆张床 当我起床的时候就能视线穿墙了 天黑了 现在是我的表演时间 可我居然睡不上去 只好把床换个地方 忘了我有挖掘疲劳 这下连床都搬不动 我还能做什么呢 不能慌 先做个工作台出来 让我看看能制作什么 想来想去感觉还是梯子有用 再做一些木棍出来 合成弓箭 接着把梯子放在这个位置 把握好时机丢出墨影珍珠 嘿嘿成功了 我勒个去 可恶的小白 射了我两箭才把它弄下去 出来的但这些岩浆是个问题 包里方块也没了 早在监狱里用完了 那里有个墨影人 能不能让他过来呢 不过我不一定打得过 算了吧 包里还有弓箭铁针 以及一本冲击2的附魔书 有办法了 我立马给弓箭附魔冲击 接下来是真正的受炭 看我操作 先是射箭接着 这次不算 接下来站远一点 85度角射箭 接着空中结实 强大的冲击力将我送出岩浆石 哈哈 我真是个天才 我已经完成了越狱 接下来就是去拿到神圣树鸟 不过我必须抢在猎人之前抵达 不然去了也是白去 目前来说优势在我 因为我知道的情报比猎人要多 看到那颗50米高的据数了吗 那里就是入口 下面的9个拉杆是密码输入装置 密码应该是349 哈哈密码正确 爬上藤蔓 来到树顶 中间才是真正的入口 直接跳下去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墨地传送门 左边的机关有点怪啊 还冒懒火的 我想放置梯子 可是这里居然被限制了 看来我要在被火烧屁股之前 跳过每个方块 让我记一下他们的规律 差不多了 我直接一跃出发 一股作气穿过来了 成功了 这根本难不倒我 这里应该是下一关的入口 这第二关看起来没什么难的 我一个后撤步 接着助跑跳过四格距离 箱子里只有四张纸条 上面写着四个字母 我怎么组合都不是很明白 突然我灵光一闪 在东边的岩浆池里找到一张纸条 写着另一边 也就是说西边岩浆池了 果然里面也有东西 一艘木船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去对面重新观察一下 可这次我失误了 还好这边有水 果然在下面看到一个入口 跳过去肯定是不行的 刚才的木船或许就是为此而生 有办法了 我开始小心划船 在接近洞口时弃船并跳入洞口 可惜了我的小船船 顺着脚手架来到下一关 我开始观察这里 左边是出口 右边有许多突出的方块 毫无疑问这是跑步 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我有梯子但是这里无法放置 我忽然发现墙上有前影盒 第四个里面还有牛排 真是太贴心了 我明白这一关的起手势了 先是跳上去在空中打开前影盒 接着其他的也是如此 这无疑是对手速的究极考验 再试了三次之后我才来到木头上 可这旁边居然有小白 每一个木头后面都是如此 来到另一面墙上 终于能让我消停一会了 跳上最后一块方块 头顶应该是去不了的 那就只能借助中间的粘液快去出口了 一步月初 借助弹力刚刚好抵达出口 终于要见到神圣树苗了 可我跳下去才发现树苗没了 怎么会没了呢 呦呦呦这是谁啊 没想到吧我没有地图哈哈 白白的宁脉 说吧我的脚底多了一块天体 我不会要记了吧 爷啊 一秒钟后我被猎人推入末底 还好我有抗性增幅 猎人已经拿到神圣树苗 但他们不知道树苗只能种在神圣祭坛上 我得利用信息插银回来 真亏猎人能想到把我困在这 不过只要我还活着就有希望 让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钻石在这时还不如你土块的 刚才那里有墨影人 我有个点子 我可以打败墨影人 然后拿到墨影珍珠 不过我需要先搭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墨影人就够不到我 接下来就是守株带土 对着墨影人使劲瞪影 来了来了 还好我这里他打不到 结果我摸他一下就掉下去了 这不行啊 我试着将防护区重新搭建 给他留了两个位置 我自己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面积 经过一番缠斗成功拿下 可他居然不给我墨影珍珠 真是太空门了 没有墨影人刷新了 或许是他们都怕了我的英明神武 我开始尝试重新搭建平台 途中还丢失了两个方块 终于搭成一字形了 突然我发现猎人站在对面 原来他们是跟我谈条件来了 只要你告诉我们神圣祭坛的位置 我们就放过你 我现在确实没办法脱困 只好跟猎人妥协 我需要墨影箱 猎人答应了我的要求 立马就飞了过来 结果他落地时我不小心打了一巴掌 差点他就要上来干我 好在我们都克制住了 我立马把墨影箱里搜刮一空 接着把神圣祭坛的坐标发给了他们 果然猎人没想着放过我 拿到坐标他们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刚刚给他们的其实是假的坐标 他们并不知道 房间下面藏着100吨TNT 我就知道他们要食言 不过好在我有足够多的TNT用来搭桥 不对不对 这些TNT得省下来 留着到时候做陷阱用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 梯子 这个估计不行 有了 我还有一颗紫苏膜 我可以在空中吃下它 然后回到陆地上 不过我得再靠近一点 这个距离应该可以了 来吧不成功变成人 我去真的成了 赶紧赶回主世界去 这里看着也不像是祭坛了 不妨检查下里面的东西 行没问题 这里有机关 我听到TNT被引人了 快走快走 三秒后整个房屋被炸成废墟 但猎人发现了角落里的黑钥匙监狱 他们在里面找到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载着真正的神圣祭坛坐标 兄弟们祭坛离这里很近 我们三分钟就能跑到那里 在末地的我收到了猎人的嘲笑 得知自己只有三分钟后 我是真的慌了 我的TNT陷阱为什么没能奏效呢 还有一分半 终于看到圣山的影子了 往前又跑了三百米 勉勉强强能看到神圣祭坛 其实说神圣吧也就那样 不过是个特殊点的基岩罢 但是神圣树苗又不能种在地下 因此就只有这里可以种 不过我必须在猎人抵达前设置好陷阱 只剩二十秒了 我突然听到猎人说话的声音 立马躲在树后 他们居然来这么快 没时间了 我必须争分躲秒 可惜我只有木产 不然又能给我省下点时间 我开始布置起陷阱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吓得我立马把洞口封死 看着他们的名字靠近 我知道自己暴露了 悄悄又挖了出去 躲在后面观察 突然一位猎人出现在头顶 我迅速趁其不备将鱼钩挂他身上 接着我跳下去并完成收杆 在我的拉力下猎人摔了下来 我赶紧把猎人的东西捡起 并悄悄地往回赶 听到猎人们都在商量怎么种树 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报 他们好像吵起来了 也难怪 毕竟这树是认主的 只有种树的人能享受富贵 我得赶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悄悄地沿着藤蔓爬到他们脚下 他们在争论谁在猎人阵营的功劳最大 笑死人了 肯定是我呀 我一路爬到他们脚下 趁他们就快要打起来时 我立马摆上莫赢水晶 接着引爆 猎人还在气头上根本没反应过来 一个个就这样交代了 欲棒相争鱼翁得利 哈哈 拿到树苗了 真不敢相信会这么轻松 为了你我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是这个服务器最富有的男人了 这是命令法杖 经过二十天不眠不休的寻找 我终于找到他了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拥有至高控制权的命令法杖 真是太棒了哈哈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出现一堆猛男 雷吉交出法杖饶你不死 好好好这就给你们 可以放我走了吗 猎人让我留在原地 虽然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眨眼的功夫刚才的木桥消失了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接着脚下的小水潭就变成了岩浆池 看着我一脸猛逼的样子 猎人们顿时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你们不是说不为难我吗 可猎人却当听不见我的责问 沸沸这次你来监视他 千万别让他跑了 我不想监视 我也想玩一轮法杖 闭嘴他跑了哪里试问 看得出沸沸在猎人当中是个兽气包 现在这里就只剩我们两个可怜鬼了 看他包里还有什么 十个原木 我可以做成木板搭桥到岸上 但前提是别被他发现了 你小子最好老实一点 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我的望远镜 我尝试勾住他 可惜距离不够 我去 快看他们再用命令法杖造直升机 趁沸沸跑过去观看 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以最快的手速开始造桥工程 大功到成 我一转头吓得打了一个机灵 搭桥好玩吗 不好玩真的不好玩 第一波交锋下来虽然我没受伤 但是我损失了一半的原木 我还有个酿造台 把它放在沸沸的视野死角 搞出烈焰粉 然后我就可以酿造隐身药水了 不得不说这小子是真敬业啊 一直盯得我心里发毛 得想个办法让他看不到我 药水造好了 非常nice 接着就是趁他回头的片刻把自己藏起来 然后喝下药水 三分钟他看不到我肯定要急哈哈 什么情况 雷击人呢 就我回头的三秒功夫还能跑丢了 原始后面也没有 那里为什么会有不酿造台 这句话刚说完他就一件事我屁股上了 可恶可恶 百命一输啊 不要再搞小动作了 不然就沸沸 我的食物快吃完了 不太好啊 突然我听到沸沸接电话的声音 我看着你能老实一点 这次是真的大好机会啊 他既然这么说肯定就是离开电脑了 我得发动最后的总工 我直接唆哈四艘木船 这次就堵大一点 船蜻蜓点水 可惜最后有点小失误 当我一抬头直接心脏骤停 更是动也不敢动 沸沸你特喵的在干什么 我们再晚一点到他今天又要跑了 猎人一边赶我一边骂骂咧咧 沸沸被骂得更惨 就这样我又回到原地 沸沸你继续看着他 哎好吧 听得出沸沸有一万个不情愿 这个细节就是我翻盘的希望 我现在是真的潜驴祭穷了 没有任何能逃出去的希望 但是我转眠一想 最大的希望不就在面前吗 我立马开始着手侧反沸沸 对他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列出了猎人的十大罪名 其中第一大罪就是不带着沸沸一起玩 我们结盟把法杖夺回来吧 咱们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者 我觉得你说的没毛病 说罢他就传送到我面前 同盟达成了 你有隐身药水吗 嗯嗯我背包里有一些 嘿嘿非常完美 我告诉沸沸自己的计划 在墨影珍珠的帮助下 我终于脱困 接下来就是前往猎人村庄 在路上我们居然发现了墨影红弹 天上更是有着超大的信标光柱 沸沸一看就来气 猎人玩得这么嗨居然不带上他 我在一旁山松点火 并表示竭力相助 接下来就到执行计划的具体环节了 我将会喝下隐身药水 沸沸在前面带路 我们拿到命令法杖就溜之大吉 正当沸沸兴冲冲的带我进去时 迎面撞上了猎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应该看着雷吉吗 这个 这个你不用担心 他跑不出来的 去你的 我们关了他几百次都被他跑出来了 兄弟们抄家伙 雷吉又逃出来了 沸沸追上去找他们要命令法杖 得知法杖在基地里有人看守 我们的计划还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 命令法杖在蓝海那里 我们需要想办法拿过来 第二件事 猎人大队已经去监狱了 当他们发现我不在 一定会齐心 然后我们的计划就完蛋了 因此我们要加快行动 标志牌写着吃掉蛋糕 那就整一口吧 看来挺对沸沸胃口的 我发现蓝海了 让我看看他在干嘛 他也太幼稚了吧 使用法杖还要大声吟唱咒语 如果是我肯定还要跳个大神舞 看来他玩得挺开心的 不过法杖在他手上可不太好对付 我们得智取 我想起孙悟空掉包紫金葫芦的场景 有办法了 我喊沸沸过来让他脱掉身上的盔甲 还有你的剑 你有铲子吗 最好是附魔的 只有木铲 行吧只能靠演技了 我立马大喊一声给我滚进去 接着不断把沸沸赶进去 蓝海你听着 我已经让沸沸投降了 因为我有着更强的法杖 比你的命令法杖厉害十倍 你看他惊恐的眼神就知道有多可怕 闻言沸沸直接大声哭喊 他把我的宠物猪给抱破 屋实在太可怕了 蓝海你也投降吧 我不想看到你牺牲 这个好说 只要你交出命令法杖我就不伤害你们 眼见蓝海怂了 我到处沿江将他的东西都毁了 并没收了他的命令法杖 我把蓝海赶进监狱里 沸沸为什么在外面 眼见蓝海起了疑心 我只好也把沸沸赶进去 接着封进监狱 并威蓝海不准发消息给猎人 不然我就抱破这里 见他答应了 我只好委屈一下沸沸 真不敢相信我成功了 就这把小木铲居然被吹得天花乱坠 我已经得到命令法杖了 可是沸沸还被困在那里 我给他撕发一条消息 五分钟后回来救你 我得赶紧准备个陷阱 与此同时猎人大队已经抵达监狱 发现我不在后他们又气又急 准备回去拷问沸沸 经过一分钟的挖掘 我终于挖到基岩层了 接下来就是施法缓解 只要命令法杖在身上 我就是未面之主 利用剪切和粘贴命令 一块一块地造出了一座基岩牢笼 然后用法杖复制整个牢笼 只要我施法就能出现一座基岩监狱 大功道成 最后就是去解救沸沸 回来的猎人们一看见蓝海和沸沸在监狱里 直接就是无连猛逼 心想这是什么特殊癖好 经过蓝海解释后才知道他被骗了 因为有人知道命令法杖才是至高 不可能有超越他的存在 最终蓝海和沸沸都被解救出来 眼前这个钻石大房子就是沸沸的 果然在这里面找到他了 沸沸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听着 我已经复制了一座基岩牢笼 你需要帮我把它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把牢笼粘贴到猎人所在的地方 这样就能永远把它们困住 你这个计划太棒了 正到我们小生密谋时 殊不知隔墙有耳 蓝海把我们的计划听得一清二楚 法杖还剩三分钟的保留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就得重新复制了 快快行动 在沸沸召集猎人时 我需要找个地势高的地方 在还剩两分半时 我们都抵达了指定地点 先演练一遍 沸沸表示非常完美 接下来就是等猎人们集合了 沸沸敲响开会铃铛 猎人们立马就集合过来 兄弟们我发现了雷吉 这时蓝海也赶了过来 他向猎人揭穿我们的阴谋 眼见计划要败露 我赶紧进行施法 结果不小心把沸沸也困住 雷吉你听着 如果不想沸沸死掉 我们就赶紧解开事法 我陷入了纠结 听着沸沸求饶的声音 又想起她曾救过我 我只好解开事法 可猎人们并不讲信用 直接就把沸沸送走啊 不不不 沸沸我对不起你啊 但是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一路上猎人们各种武器都招呼我 终于让我喘口气 看着猎人们离我越来越近 我心生一计 利用命令法杖生成岩浆牢笼 可我不小心也蹭到了岩浆 好在我还有一桶水 不然这仇就报不成了 岩浆牢笼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够 我还得再造个陷阱 让我试试能不能生成墨地传送门 还真的可以 来到墨地 我立马着手开始做陷阱 先是把脚下的黑钥匙都挖掉 这样猎人们传送过来 就会直接掉入虚空 我本来只想捉弄一下猎人 可他们居然把沸沸送走了 那我也只好做得绝一点 回到主世界 看到猎人村庄啊 没有沸沸存在的猎人村庄 就应该消失 察觉猎人们发现我了 我立马装作抱头鼠窜 一路上说着各种耸话 忍受着各种挨打 猎人果然越追越欢 都忘了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一直忍了三天三夜 猎人们也看出我是个耸猫 更加肆无忌惮了 直到我停下脚步回头微微一笑 他们想跑也已经晚了 一个个掉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都去给飞飞陪葬吧 飞飞 你看到了吗